5月9号大家看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所谓的胜利日 昨天从胜利日你们看到了什么兄弟姐妹们 共产党玩球弹了 就七哥说过的俄罗斯一定会被解体的 第二个就看到了现在国内的经济什么样子 就这一会儿本来昨天直播的时候我没好意思说 就是昨天七哥很清楚 美国第一夫人一定会去乌克兰的 这个拜登总统本来是有计划去的听说 后来是让夫人去这是很聪明的一个招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对共产党的台湾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七哥不便早说不便早说 现在这个俄罗斯也好共产党也好想在欧洲游说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经济这块今天是星期一 你会看到世界的经济会啥样 兄弟姐妹们你会看到世界经济会走向何方 你说美国经济都不好了你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能好吗 能好吗兄弟姐妹们这是个基本的常识 香港的经济能好吗 香港经济你会看到非常非常惨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你看着今天星期一到这个周五会发生什么事 刚才我选的这个图片啊 当年六四之后啊 共产党这个开枪坦克亚蛮人啊 老百姓呢 在那个天安门的那个砖缝里边去剪子弹壳 最后就剪不了了子弹那缝里边全是人肉 今天的俄罗斯的所谓的胜利日啊 当年共产党啊碾压我们这些六四的学生和英雄呢 这个仗是要开始算了 今年的六四咱们的这个两周年 咱向共产党看一看 新中国联邦的两周年 会把你共产党放倒在什么位置 人人喊打啊 人人喊打 那些们们走着看 现在日本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啊 如果不阻止共产党不消灭共产党 日本就将被消灭 台湾就会被消灭 就这么简单 大家走着看 而且西方欧洲他们也会非常明白 不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绝对比俄罗斯还疯狂 比俄罗斯还疯狂 中国人家是醒不来的 很难的啊 一定要吃大葵才醒得过来 但是最终是会醒来的啊 所以说今天 从今天星期一到这个周五 你看世界的经济发生什么事 我不想一一的说 你们大家会明白的